伯红一 你怎么想起来看我了 刚才在无意中听到了聚军号 难道说东京有变 赵真死了没有 伯太妃并未发怒 面带笑容说道 清雾 我怎么说都是你的长辈 怎么还是这样对我无礼呢 身材高大的夫人笑道 我以前最尊敬的就是你 你想到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给我下药 剥夺我最后荣耀的也是你 你说说 让我如何尊敬你 如何当你是长辈 唉 伯太妃叹息一声 自从你抽了陛下一剂耳光之后 不但犯了大不敬之罪 复得这一条就说不过去的 陛下药废后 我能怎么办呢 帮你杀出皇宫去吗 夫人依旧坐在椅子上不动弹 半赏才说道 赵真当年 以我九年未曾有子 废除了我 我不怪他 你下药麻烦我 我也不怪你 我只想问问你们 为何连我最后的一点骨血也要抢走呢 赵真用他亲生骨肉来威胁他孩儿的母亲 在这荒僻的宫殿哭了十四年 十四年间母女不能相见 是何道理 说到此处 妇人变得激动起来 握着拳头 就起身向伯太妃走来 伯太妃吃了一惊 连连后退 妇人只走出三步 就戛然而止 一条铁链拴在她的脚踝上 让她前进不得 伯太妃瞅出那条被扯得笔直的铁链 叹口气道 唉 你的性子 什么时候能改改呀 你出身名门 父兄 一个是平庐节度史 一个是崇姨父史 你又身受刘太后宠爱 你又身受刘太后宠爱 只要去掉那个妒忌的性子 什么时候轮到曹氏当皇后了 陛下的脖梗被你抓得心血淋漓 这事被百官看到了 吕一简才会有这样的动议的 如果不是陛下仁慈 隐瞒了你抽她耳光的事情 把你满门抄斩都不为过呀 你进了常宁宫 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御医一查 竟然有了快三个月的身孕了 身为女人 身为母亲 你糊涂不糊涂啊 秦国生下来之后 皇家能指望你去教导出一个好女儿吗 不把她抱走 难道交给你重新教养出一个心中充满力气的你吗 你咒骂陛下 说秦国不是他的女儿 说是你和外人通奸所生 导致陛下和秦国身份 至今 秦国都没有机会喊陛下一句父亲 是我苦苦哀求陛下 给了秦国尊贵的身份 要不然呢 这孩子哪来的机缘 有这样一桩美满的婚姻呢 告诉你爸 今日啊 是婉儿出阁的日子 我特意来告诉你一声 夫人听到这个消息 如同五雷轰顶 蒸蒸地站在那儿 脸色苍白至极 再无一丝鹦鹉之意 她颤抖着嘴唇问道 你们拿秦国和亲了 问完这句话 她扑通一声跪在伯太妃面前 大声哭道 求你了太妃 求你给陛下求情啊 不要把她小婉儿送去和亲 什么罪过都是我的 是我不该嫉妒 是我不该总拿陛下的说笑当誓言 是我不该冒犯陛下 求你了 求陛下 不要把我的小婉儿拿去和亲 我一定会告诉我父亲和哥哥 老老实实的回京朝拜 伯太妃见她哭得可怜 就走到夫人身边 想要把她搀扶起来 想不到 这个夫人猛地站起来 一把扣住伯太妃的咽喉 立声说道 告诉赵珍 立刻把我女儿还给我 否则 我扭断你的脖子 伯太妃艰难地转过头 瞅着面目猙獰的夫人道 你一辈子就是个糊涂蛋 谁告诉你婉儿被送去和亲了 你到死都不知道悔改啊 夫人怒道 我郭家 累世将门 你以为我听不出刚才是聚军号的声音吗 大宋将门取亲 谁会把聚军号吹到皇宫里来 只有辽国或者西夏李元浩才有这个资格和胆量 菠菜妃忽然笑了起来 任由夫人扣着自己的脖子 舒缓了一下气息道 你被关的时间太久了 现在的天下局面是这样的 我大宋已经有了雄霸天下的资本 辽国刚刚和大宋在平行顶签订了新的盟约 再也没有什么碎壁 什么朝贡之类的东西了 西夏国主李元浩早就死了 如今他的尸骨都能当骨锤用了 墨葬俄旁的几十万大军被我大宋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回到西夏的残兵不到十万 如今只能归缩在银下二州苟延残喘 他们谁敢到我大宋皇宫来吹军号呢 夫人耻笑道 哼 就凭赵真那个胆小如鼠的性子 当年成亲的时候 我挂在屋子里的刀剑都让他胆战心惊的 几年不见他就变成一代雄主了 这不可能 伯红一 想要脱身就把我的小婉儿送去应天 否则 我了无声许之下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伯太妃见院子外面传来太监尖厉的求救之声 跺跺脚吼道 进屋去说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夫人 簇拥着伯太妃进了屋子 就放开他道 今日必须有个决断 否则就是鱼死网破的局面 伯太妃见老陈林已经进了院子 张嘴吼道 来这里干什么 你不用看着云家人了 陈林见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就把所有人赶出院子 黑黑一笑 朝妇人拱手道 恭喜庆妃娘娘 秦国公主出嫁云家 普天同庆 没了牵挂 娘娘今后就能安心静修了 夫人安静了下来 周眉问道 夫家是谁 可能配得上我的小婉儿 只要不是和亲 总算赵真还有点良心 伯太妃叹了口气 唉 你男人昏迷不醒 到今天已经六天了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就一点都不挂念她吗 夫人笑道 她终于该死了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伯太妃的脸色阴沉下来 从袖子里取出两幅画像丢给夫人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 你的心里除了怨愿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两幅画像 一个是你的女儿 一个是你的女婿 你女儿被我教养得很好 贤良淑德 样样不缺 你的女婿 那是我朝百战名将云征的弟弟 八岁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 与另外两人合作完成了黄河水域图 是我朝治理黄河的无上法宝 这些年治理黄河多来赐物 秦国很喜欢云越 云越对秦国也是一往情深 本宫看人很准 不会看错的 云越的家风也不错 夫人贪婪地看着 铺在床上的两张画像 先是仔细地看看秦国 再看看云越 自言自语地说道 长得倒是一副好皮下 只是身子担保一些 恐怕不是长寿之人哪 要是嫁给做哥哥的就好了 既然是百战名将 身子骨定然是挤为雄剑的 伯太妃不理睬 妇人的胡言乱语 眼睛里泛着泪花道 皇家和你郭家 就是一团糊涂仗 如果你郭家还不知进退 一旦朝廷准备大军倾脚 你郭家满门 结束难逃 妇人继续看着画像 头都不抬得到 朝廷不是没有派过大军 结果呢 大败而回 那时陛下还念旧情 念着我的面子不好下死手 如果派去的将军是狄青或者云征 你郭家早就烟消云散了 三千甲氏 横行江南海城 要是在北地 早就不知道被剿灭多少次了 这些年狄青破大理 云征破礁止 都和你郭家擦肩而过 大军凯旋的时候 我日日担心陛下会下令 还好 最可怕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给秦国许了个好人家 我伯红一就再也不欠你郭家什么了 陛下生死不知 一旦朝臣们认为郭家过于跋扈 谁都救不了他们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你父兄上经赴经请罪 或可逃过一劫 你的书信之尽 从今日起开解了 你可以去心问问你的父兄 当今天下是个什么样的局面 本宫相信 他们如今的日子 一定过得惶惶不可终日 你想开些 不要一个人拖累全家 妇人脸上的神情阴晴不定 再次看了一眼女儿的画像 就找来纸笔开始写信 只是提笔的那一瞬间 泪水如同洪水般夺狂而出 万般纠结 不知从何说起 妇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郭皇后 赵真的第一位妻子 据记载天盛初 故萧綦为上将军张美曾孙女 与郭氏同入宫 尚未亲政的赵真 属义张氏 但临朝主政的刘太后 立郭氏为后 天生二年11月21日 郭氏被立为皇后 十年十三岁 由于年纪上幼 不知宫廷险恶 仗着刘太后撑腰 性格妒忌 严密监视赵真的行踪 使她不得亲近 其他宫女妃嫔 赵真心中十分愤怒 却不敢明言 即刘太后驾崩之后 赵真也不再理会国皇后 这使她寂寞难耐 醋一大发 当时在后宫之中 宫人上士 杨士 长得貌美可人 深得赵真欢心 郭皇后多次至上士 杨士居处 对他们破口大骂 有一天 赵氏临性上士 上士向赵真诉说 郭皇后的不是 恰逢郭皇后赶来 二人争执起来 郭皇后不胜愤怒 举手山巷赵氏 赵真见状急忙上前 解救上士 郭皇后收拾不住 刚好打在赵真的颈部 赵真顿时龙颜大怒 要废郭皇后 宰相吕一简与郭皇后有戏 听说郭皇后误打宋人宗之事 便让剑官范逢 乘机进言 后历已有九年 尚无子 亦当废 在吕一简的游说之下 赵真定下了废后决心 吕一简为了达到废道 郭皇后的目的 竟然下令 台剑部门 不能接受剑官的走书 明道二年 赵真颁下了赵书 说皇后 以吴子愿入道观 特封其为敬妃 欲经充妙先师 此名轻悟 别居常宁宫一样 是忠诚孔道府 剑官御史范仲淹 段少连等识人 福格言 后无过不可费 孔道府等具备处责 大陆的平卢军 节度室郭重 与妻子允公 自此一十五年 未曾吵合 云二不知道 自己欢欢喜喜 抬进家门的 是一个何等大的麻烦 云二成亲了 卧室里 却有两张床 中间还有一个 年长的嬷嬷 睡在一张软椅上 云家的男女 在十六岁以前 不准有夫妇之时 本来云征规定的是十八岁 是陆清莹 好说歹说 才把年龄降下来的 所以秦国公主和云二 只能隔着一个 呼呼大睡的嬷嬷 摇摇相望 眉目传情 少年人本来就把持不住 更何况秦国在出宫前一天晚上 被宫中的礼教嬷嬷 教育了半晚上的闺房知识 那些修人的图片 也看了不少 可是到了云家 什么都变了 新房里 也不像秦国想的那样 疑泥 两人小声地 说了一晚上的话 快天亮的时候 才沉沉睡去 睡了一小会 云家的鸡 就叫唤了 丫鬟们冲进来 给两人穿衣服 至于那位强悍的嬷嬷 已经不见踪影了 赵婉端着一杯茶 恭敬地捧给陆清莹 小声地道 大嫂请喝茶 陆清莹接过茶碗 象征性地喝了一口 愁着赵婉笑道 昨晚睡得不好吧 屋子里多出了一个人 确实矮是 不过没办法 这是你大哥定下来的规矩 云家人不到十六岁 不得同房 把你们安排到一间房间里 已经是我这个做大嫂的 违背家规了 云二见赵婉羞骚地 说不出话来 就笑道 这关系到人生理上的一些知识 我和大哥都是学过的 以后我会交给小婉的 云家的这条家规 确实应该代代传下去 同房过早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陆清莹点点头 对赵婉说 既然都小得厉害了 我就不多说了 小婉呢 一会儿 廖管家会去向你禀报 二房的财务规制 你也从宫里带来了管事嬷嬷 让他们核对一下账目 如果觉得财务少了 或者人手不够使唤 就跟我说 除了腊肉之外 你要谁都行 趴在桌子上吃饭的腊肉 头都不敢抬 不但脸是红的 连脖子都是红彤彤的一片 陆清莹见状笑了 可怜你了 二十岁的大丫头 到现在都没嫁出去 还要再等一年才成 腊肉捂着脸就跑得没影了 赵婉轻笑道 腊肉在咱家里 已经很多年了 照顾云月更是尽心尽力 咱家自然不会让她没了下场 陆清莹道 你能这样想就很好 腊肉不是一个吃酸碾醋的女子 她只是喜欢留在家里 享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其余的 她并不是很在乎 在云家 她和别的丫鬟自然是不同的 说是这个家的主人都不为过 你能容下她 你大哥和我都很欣慰 说完腊肉的事情 卢清莹脸色一整 沉声对云耳道 后日你进宫辞行 出宫之后 我们全家就要连夜出东京 你大哥已经在蜀道等我们 按照日子来算 三天后陛下回京 我们必须提前一天过黄河 如果在路上相遇 我担心会出意外呢 云耳放下手里的饭碗 点点头道 是这个道理 既然咱家已经不打算 卷进这皇位交替这个漩涡中 那就走得干脆些 利落些 不落人口实最好了 大嫂既然已经把家里安顿好了 不如我和小婉明日就进宫辞行 明日晚间 我们就说要去田庄居住 连夜就出城 这样多少能早走一天 免得大哥在蜀道上等得着急 赵晚看看陆清盈 又看看云耳最后小心的问道 咱们为何要走得如此着急 云耳看看陆清盈 见他点点头 这才道 陛下病危了 最新的消息是陛下醒过来了 但是只限于醒过来 口不能言 手不能输 现在邹同 韩其他们都是靠着一本试文解字 来了解陛下的心思 这很危险 一旦出现一字多译 或者模棱两可的地方 就会被有心人利用 不确定的因素很多 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漩涡 去斗沙馆避开风头 等朝堂上的事情尘埃落定之后 再做下一步打算 赵婉听云耳说赵真现在的惨状 泪水不由的就流了下来 皇帝虽然不太喜欢他 但是把一个公主该有的东西全都给了他 对他来说不能算是无情无义 云耳见赵婉伤心 如何会不明白他的心思呢 叹息一声道 很多的事情啊 你都不知道 大哥和我们这次离开东京 其实就是为了大宋的未来着想 别的事就不能说了 只能告诉你 这次去斗沙关的皇族不在少数 你留在东京毫无作用 跟着我们去了蜀中 才是你应该干的事情 至于伺候陛下 静静孝心这样的做法 此事不足取啊 赵婉红着眼睛点点头 毕竟出嫁了 做事不能随心所欲 处理完家事之后 云月和赵婉进宫去谢恩 皇宫里的气氛越发的压抑 伯太妃抢带笑容接见了他们 习惯性的扫视了一下秦国 伯太妃的面色就变了 虽说只有两天时间 但是这段时间 正是秦国向妇人变化的一个过程 他没有看到这种变化 秦国依旧如同初宫时一样的清雄 无数恐怖的念头 从他心头升起 难道说云家不喜欢秦国 看云月的目光 也不由得变得凌厉起来 云二发现了这种变化 拱手笑道 家规如此 太妃莫怪 不论男女不到十六岁 不得同床的 云家怎么会有如此不尽人情的家规呢 本宫闻所未闻 啊 回禀太妃 云家有一门学问 说的就是如何忧生忧郁方面的事情 现在云家人口少 所以把年龄限制在十六岁 等到云家人口多起来之后 这个限制就会上升到十八岁 听云月这样讲 博太妃就把赵婉换进内厅 也不知道问了些什么 很久才出来 舍燕招待云月吃饭 一个人守着一大桌子饭菜 独卓很没有意思 最难堪的就是那些美丽的宫女 投入在自己身上那种惋惜的目光 皇宫里面 每个人都是鉴别闺女和妇人之间差别的超级高手 秦国成亲两天了 依旧是厨子 这回事短短的时间里已经传遍了皇宫 宫女们惋惜也就是了 淑妃宫里的宦官郑斌过来送礼物 他站在自己身边哀声叹气的做什么呀 我老婆年龄太小了 我的年龄太小 还不能做那些你做不了的事呢 再说了 这些事关你屁事啊 云月怒气冲冲的将筷子拍在桌子上 来源县子家的公子 十三岁就有长子了 我昨日才去送了贺礼的 平原县博家的小女儿 上个月刚刚生了个六斤重的孩子 人家才十四岁 寿侯今年八十有三 人家也刚刚生了一个小儿子呢 云月点点头 你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东京城著名的一些禽兽 陈光子十岁就开始逛青楼了 那是一般人啊 平原县博最喜欢幼女 这是一般人 兽侯八十三岁了 生了一个根本不像他的儿子 这事有什么好显摸的 王后从账目后面走出来 看着云月道 你这张嘴怎么越来越像扣准了 平时不说话 一说话就尖酸刻薄 以后注意一下这些细节 扣准就是无意中得罪人太多了 霸相之后才落得一个凄惨下场 不敢学他 你大哥动手的时候比动嘴的时候多 这时候离开东京静心修养 也是不错的 说到底呢 这么些年总是如马空从的 没时间照过妻儿 使皇家亏欠他的 到了他这个地位的功臣 起起伏伏的不算什么 想来你大哥也不介意 他手头上还有百十位皇族子弟 只要好好地交出来 他日后的地位就是铁打的 皇族会感念他一辈子 秦国是个好闺女 刚才在后面问了 夫妻卧房里头有个粗壮的老嬷嬷 也不知道你云家是怎么想的 不过既然是家规嘛 本宫也不好说什么 但是你从豆沙关回来的时候 秦国如果还是没有一儿半女的傍身 那个时候本宫才会好好地问问你 云月弯着腰听皇后说了一大堆闲话 插嘴的余底都没有 这时候说什么都是白搭 皇后没有问云家既然有这条家规 为何不晚些时日成亲这样的诛心之语 已经给足了云家面子 至于淑妃则是准备了很多礼物 托云家给带回去 其中五千六百罐的骄子 是要云家交给白云禅寺的 希望能给那些可怜的和尚 在山顶修一些暖和的砖房 不要再住在白云飘渺的竹楼里面 意境很美却会冻死人的 这个罪他受过 知道的清清楚楚 至于他父亲的坟墓 虽说有官家在照料 他还是不放心 特意准备了乡竹植马一类的 也要求云家带过去 请秦国代替他尽孝 他甚至给成都和他一起 在骚死作坊干活的那些织女 也准备了礼物 虽然不算珍贵 却能把小门小户的人家 乐死一两个 出宫的时候 近碰见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先是陈林 站在内宫外面 阴测测的说了一句 少走些夜路为好 今晚南勋门会给云家留门 留到四十 用不着匆忙 时间还多呢 最奇怪的是 还有一个脚上带着铁链 扫地的高大妇人 先是怜惜的瞅瞅秦国 然后恶狠狠的对云岳说 如果他胆敢有负秦国 他一定会拼命杀光云家 带着满脑子的官司 云岳回到了云家 此时的云家 人声鼎沸 尤其是那些 从蜀中跟过来的丫鬟 更是满嘴的鼠中话 说得畅快 一个土头土脑的少年 缩着手 站在城门边上 似乎在等待什么人进城 他的身边是一辆牛车 用青色布满围住 这是一辆很普通的牛车 东京街市上 多如牛毛 云家的车队 出城的时候 少年人就往后缩了缩 不管是谁 再看到云家 如此雄壮的车队 都会往后缩一下的 站马上的假设 只是冷冷地 瞅了一眼少年人 就催促后面的马车 快点跟上 还要马车里的丫鬟们 暂时闭嘴 四时 云家的车队 全部离开了南勋门 大开的城门 在守门关里的吆喝声中 缓缓地合上来 阻绝了少年人 炽烈的目光 没有人进城 也没有人出城 少年人 牵上牛车 缓缓地向一家 叫做 姚家老店的客栈 逝去 那里 有一户独门 独户的院子 他们 已经在这里 居住了五个月之久 一个面容枯搞的 轻衣人 被少年人 背下了牛车 不大功夫 房间里的灯火 亮了起来 少年人的身影 印在窗户上 显得很忙碌 少年人 伺候着轻衣人 用了一碗西粥 见轻衣人 很受用 这才放下饭碗 帮着轻衣人 擦了嘴 小声说道 云家 但凡是重要一点的人 都走了 包括那个 叫做云文和云武的家眷 云家放弃东京城了 吕慧青笑道 春哥 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你要学会用天下大事 去看一个人的布局 只要你足够聪明 多少会从大局势上 看到一点蛛丝马迹的 东京乃是天下地狱的中心 更是天下政令中心 不孝说 也是消息来源的中心 所以 不管云正喜不喜欢 东京这座城市 以他的地位来说 不容他不经营东京 今日 云家全体撤出东京 唯一的原因 就是他们家 不愿意陷进 黄泉这个大漩涡里去 所以 他云家在东京的力量 从明处 转到暗处去了 这很好啊 正好给了我们看云家 暗中势力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好机会 人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总以为黑暗就能帮他掩盖一些痕迹 却不知道 天亮之后 留下的痕迹更加清晰 春哥点点头 遗憾得到 云家的主妇 确实厉害 您不止的圈套 硬是被他用强横给挣脱了 还差点影响到我们 大家族的女人 都是这么厉害的吗 吕慧清笑得前仰后合 拍着椅子扶手道 这件事情啊 是我失败了 我煽动东京城的辽人和西夏人 去找云家的麻烦 结果西夏人很老实 选择了隐忍 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辽人 居然不管辽宋之间正在开战 以为弄垮了云家 就会帮助自己的国家 一群蠢货呀 如果他们聪明一些暗中行事 我或许能看到一些断倪 看到一点云在暗中的势力 可那些蠢货 却选择了去骚扰云家府邸 被人家打得半死丢了出来 总以为此事到此为止呢 没想到 那个妇人竟然领着家将 把辽国人在东京的驿馆给抄了 提着那些被打得半死的辽人 去开封府讨说法 幸好包拯不在啊 否则 在他抽丝剥茧的追寻之下 我们就只能换地方了 春哥啊 云家 绝对不像你表面看见的这么风平浪静 我断定 云家有一只暗中的力量 这股力量应该非常的强大 强大的让人感到窒息 春哥点点头 先生 王驸马的力量 您还要继续借用吗 吕慧卿摸着春哥圆圆的脑袋 我们是寄生在大树上的藤板 大树枝繁叶茂的时候 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养分 一旦大树将要枯死 我们就必须离开 否则大树倒掉 我们也会死亡 先生 吴国公主已经去世了 我们就应该抽空王家在东京和大明府的一带的资金 重新寻找新的宿主了 吕慧卿道 你看看 这个世界上的蠢人何其得多呀 王家人竟然在欢庆吴国公主的死亡 他们连表面悲伤一些这样的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了 这是自寻死路啊 你去联系我们的人 立刻抽空王家在东京和大明府的银钱 然后就把那些人都处理掉 我们虽然在努力的逆影前行 终究会留下一些痕迹的 应天府最近不太安宁 我们就去应天府 在那里寻找一个新的宿主 做得聪明些 春哥服侍吕慧卿睡一下 然后就轻手轻脚的走出房门 三两下就混入到城内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去了 明月高悬的东京城充满了诗情画意 隔壁的大户薛家可能正在办赏月宴会 浓郁的酒香或者脂粉的香气 从墙里面传了出来 吕慧卿无心睡眠 半靠在床头 巨大的肚皮 即便是盖着厚厚的棉被 也无所遁形 四肢越发的枯萎了 眼睛也逐渐变得模糊 吕慧卿知道自己的生命 将要脱离这具饱受摧残的身体了 所以他更多的时候是在沉思 他忽然发现自己生命中最美妙的一天 就是自己在那艘船上的那天 自己青山飘飘 文采风流 对座美人如玉 歌舞翩翩 那是一个怎样美好的夜晚呢 这边走 那边走 解饮金尊酒 那边走 这边走 只是寻花柳 熟悉的声音从高墙后面传了过来 吕慧卿的眼睛顿时就变得很亮 这个声音他如何能够忘记 那个该死的女人就在隔壁 就在隔壁 他努力的翻动身体 想要坐起来 可是巨大的肚皮阻碍了他的行动 他就像是一只仰面朝天的乌龟 想要翻过身子极其的艰难 他第一次开始痛恨自己 为什么要如此的小心 如果自己身边多一个人 自己就不会这样狼狈 吕慧卿用了足足一盏茶的时间 才翻过身子 裹着棉被就从床上掉在了地上 他的双腿一点力气都没有 只能用极为可笑的姿势 侧着身子往房间外面挪 他非常的想再看一眼自己的仇人 隔壁的歌舞停歇了 刚才那一歌应该是最后的压轴曲目 富贵黄金翼从来都是最后的压轴歌曲 拉开房门 吕慧卿从屋子里滚了出来 门槛垫在腰泪处 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不敢停歇 因为隔壁已经传来了客人拱手告辞的声音 听得出来这是一户蜀中的商人 来往的人群也是蜀中人 但是吕慧卿却能从中嗅到浓重的阴谋味道 那些不是青楼歌迹的女人出现在这里唱歌 本身就说明这里将会有大事发生 吕慧卿用一种几乎悲壮的精神 命令自己那两条瘦骨临巡的双臂 拖着自己臃肿的胸腹前进 等他爬到院门口的时候 汗水湿透了厚厚的衣衫 他大口大口的吞咽着空气 不等气息喘云了 就小心的把脑袋凑到院门的缝隙里向外看 他看到了一个绿衣女子上了一辆碧油箱车 拉车的马极为雄俊 一个身形高大的汉子坐在车员上 挥动了马鞭驱车前行 一张美得令人窒息的翘脸出现在车窗上 回头看了一眼后面的富家豪宅 昧笑了一下 然后就放下车帘子消失在街市上